90. 《蘋果日報》2009年9月16日報章 E.05名彩論壇 G.G.西宇拜佐丁山黑梅墓秘密摩根史丹利一位定息部 董事總經理杜均因知道《中信資源》1.205的內幕消息 買股票賺大錢,犯了刑事罪。 等候判刑,這位內地海龜派三十幾歲,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 為何會這麼笨?經濟? 畢業於哥大經濟系,看報紙知道這件事之後,猛地搖頭, 什麼他是校友來?一年薪酬蓮花紅有一千九百萬元, 做什麼搞這些事?很笨而已,有數得計, 道軍內幕交易賺了三千三百幾萬元, 不夠兩年薪酬,看怕以後全世界沒有銀行證券行會請他, 也很難自行在證券街創業,將來必須轉行, 打什麼工可以賺一千九萬一年? 這件事我們有一段情緒很不明白的, 就是道軍在2007年6月5日被大摩炒油之後, 與太太走了回北京,證監會插手調查, 無法與他聯絡,金融時報講, 道軍住在北京一處軍人住宅, 所有外奸來信都一一退回,保安甚為嚴密, 證監會根本無他負, 怎知道道軍於2007年7月10日恩時回港, 用香港身份證過電子通道, 右手大摩子一趟下去,玻璃閘門不開, 他不以為意,等了10秒, 而民國人員與警員已站在他眼前, 將他拘捕,道軍為何事回港? 據說為了取回在大摩辦公室內之一個空氣 清新機遇住宅單位內之一覆現對話, 左丁山與幾位老友討論案情之事, 幾大都不信,空氣清新機值什麼錢呀? 現代油畫又不是什麼大絲作品, 行貨咳播,西視往往好奇, 難道有鬼仔眼? 銀行家現在無筆人人拿著黑梅Blackberry, 分分秒秒收電郵、看電郵、發電郵, 道軍辨稱他自己沒看過大摩發出電郵指示, 限制職員買賣中信資源, 但原來用家每次按掣, 黑梅都有紀錄, 專家可以檢視出來做法庭證據, 道軍那部黑梅就顯示到他曾經按掣, 已未有人看過, 於是道軍百慈莫辯, 銀行派布黑梅給職員, 隨作通訊用途外, 實際上亦可透過黑梅紀錄職員之一次公事活動, 個人毫無私隱可言, 遇到軍者, 新居妖職竟然利用內幕消息賺錢, 斷喪大好前途, 而懵然不支入齊交易資料盡在公司掌握, 令人百思不得其界。